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还有在现场的童工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以赛亚书 今天是讲到34章 13到23章就是讲到 神对列国的审判 24到27节 又好像神在zoom out 来去看末后 神的审判和祝福的光景 然后呢28到33节 就讲到有六个祸 然后今天这一章呢 34章就好像总结 就是神在宣告 列邦列国的审判 然后明天那一章 就会讲到 被属之人的一个欢欣的篇章 所以今天和明天两章 好像是一个审判 和一个 剩下 失恋过后 所剩下来的 那个得胜的 一个的总结 所以我们就 在昨天那一章 我们就看到 神对亚书的审判 今天这一章 看起来是神对 以东的审判 但是以东呢 常常在圣经的 其他的经文 讲到对 以东的审判的时候 其实意思也是 对列国 列邦的审判 所以以东也代表 所有抵挡神 还有抵挡神子民 的人说的 如果我们讲地理环境 地理的话呢 以东就是现在的 以色列 约丹还有巴勒斯坦 如果您提醒了 以东的审判 现在是 以色列 巴勒斯坦 和亚书 所以今天我们 要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神对 以东的审判 也是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 要留心听的 一段的话语 今天 的审判 的审判 是以东 我们也要听到 重温昨天 那一章呢 其实 十到十四节 都有讲到 神要兴起来的时候呢 神要审判 12节有讲到 列邦呢 必向以烧的石灰 以各下的 那个经济 在火中焚烧 然后西安的 罪人都很惧怕 他们就说 我们中间 谁能与 这些火同住呢 所以延续 昨天那一章 其实神今天 继续讲 这个火 这个的审判 谁能与 永火同住呢 大家都很 战兢 惧怕 今天我们讲到 末日的一个 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 战兢 惧怕 当火要来 烧灭 那些的恶的时候 那些罪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害怕 所以今天这一章呢 神就 借着先知 讲的这个审判 是蛮有血腥 毁灭的情节 但是呢 我们看到神的审判 是很严厉 因为他 非常的圣洁 他圣洁因为神没有罪 所以他不能够容忍 我们的罪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神可以给我们 机会回转 但是呢 一直一直 不悔改的时候呢 这个罪满意的时候 神的审判 就要下来了 就好像今天 这一章所说的 但是只要人 稍微回转呢 神其实 在等着 施恩来 给我们 所以今天 这一章呢 我就把 他的主题定为 敬前来 留心 听神的审判 分为三段 我把它分为三段 一到第四节 来听神有审判的主权 5到15节 神的审判是永远的 16到17节 神的话语 真实无物 在这三段里面呢 其实都是 其实一看 就可以了解 整个的总结 是什么 就是神在审判 审判 以动 然后呢 人就 躲不去 天地都要 飞去 就算是神 精心设计的天地 他都可以 卷起来 可以不要 回到空虚 混沌的状况 这就是世界的末了 所以看这一章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看 《启示录》第六章 所形容的情况呢 蛮像今天这一章的 好我们来看 第一到第四节 来听神有审判的主权 第一节说 列国要敬前来听 众民要侧耳而听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一切 所处的 都应当听 先知在这边说 来听啊 谁要来听呢 列国 众民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一切 所处的 就是所有人 所有生物 就是包括你跟我 所以有关我们的 所以这一章不是只是 说给以东人听的 所以我们要听 而且这边有两个 命令的语气 就是要进前来 还有侧耳听 这个两个都是命令的语气 命令我们要前来 要留心 来听神的话语 为什么要听呢 第二节说到 因为 And verse 2 mentioned 4 因为耶和华 向万国发愤恨 向他们的全军 发列路 将他们灭尽 交出他们受杀入 因为耶和华已经 非常生气了 神已经怒气 已经满意了 刚才讲到 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有罪 就是不中红星 所以神一直在忍啊忍啊 但是时间到了的时候 神就会向列国 发愤恨和烈怒 而且要进行杀戮 被杀的必然抛弃 尸首臭气 伤疼 珠珊被他们的血 融化 哇 尸首的血 可以 连珠珊都可以 融化 证明这些罪人的树 非常非常的庞大 也证明我们圣洁的神 祂容忍数以万计的罪人 已经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当神发列路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四节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被卷起 好像书卷 其上的万象要残败 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所以如果神发怒的时候 真的 天地 所有东西都可以 搅动 天上的万象 就是月亮啊 星星 太阳啊 都可以 灭没 就是没有光啊 太阳月亮星星的光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这些星球 自己发的光 这些光都是神给的 神创造的 他们有光才有光 所以当我们 激怒神的时候 神就关灯啊 日月星球都要暗淡 没有光 然后这边讲到三次的 禅败 禅败的意思就是枯萎 所以在神的烈怒中 审判中呢 世界要像禅之败也一样 真的天地都要过去 但是神的话 却永远长存 神确实要施行 祂的审判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 一定要留意听 当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 严重性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去犯错 才不会去惹怒神的怒气 然后他讲 天好像被卷起来一样 跟启示录第六章讲的一样 所以可以想象 神在画一张很美丽的图 祂就打开祂的画布 然后祂就画上我们 创造我们 然后吹气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跳舞啊 可以生活 当然祂也在画布上 有创造很多的生物 还有大自然 但是我们渐渐地 骄傲自大 悲逆神 我们觉得天地 都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做我们爱做的事 不要神管 结果神其实 就好像卷书圈这样子 一把天地卷起来 什么都没有 对神来说 这个是随时的事情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神是有主权 来去审判的 然后第二段 五到十五节 神不但有主权 神的审判是永远的 他说十五节 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以东将要永远 消灭成为 野兽的诸处 第五 第六节 因为我的刀 在天上已经 喝足 这刀必领到 以东 和我所咒诅的名 要施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 满了血 用自由和羊羔 供三羊的血 并供免羊 腰子的 自由滋润的 因为耶和华 在波斯拉 有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 大行杀戮 这边第二个 因为 神要发烈怒 因为神的刀 已经在天上 喝足了 喝足的意思就是 湿透了 浸透了 所以神的刀 神的容忍度 已经满了 罪 人的罪 已经 真的是 满意了 所以神的刀 要领到以东 还有 所咒诅的名 第六节 有一点难解 就是耶和华的刀 满了血 还有自由和 这些的 公三羊的血 当我们讲到 自由啊 羊羔啊 这些还有 献祭 都是与赎罪 有关了 而且这边讲 因为耶和华在 波斯拉 有献祭的事 波斯拉就是 移动的首都 怎么说呢 神好像在 然后他的刀满了血 就是他杀了很多 要献祭的动物 然后自由是 最上好 要献给神的 在这边可以解释说 神 只是这个罪恶满意 因为罪的公价 乃是死啊 我们的罪 要死 可是耶稣 为我们死 可是这个 以东波斯拉的罪 谁代替他们死呢 就是那里犯罪的人 就是那些的领袖 那些的带领犯罪的人 神都要来杀入他们 第七节讲的 野牛牛犊和公牛 都要一同下来 就是一同倒下 一同被杀入的意思 这些野牛犊 牛犊 牛犊是表示谁呢 就是表示那些 有力量的人 就是表示在当地 有强权的象征 所以这个地方的领袖 有强权的人 他们要一同倒下 他们的罪要付上代价 所以神的刀 的血都满了 所以这个审判 是非常恐怖和血腥 我们就稍微看看 启示录第六章 十二到十七节 其实就很像 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约翰看到大地震 然后日头变黑 然后天上的星星坠落 如同无花果树 被风摇动 然后六章十四节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十五节 地上的君王 臣 朴 将军 父父 壮士和一切 为奴的 自主的 都要在山洞里面躲起来 因为他们要躲避神的愤怒 所以就很像这里所讲的 所以以赛亚的一员 有时候是 现在有时候是未来 有时候现在未来 都会发生 所以不容易读 但是我们知道 神对罪是不能够容忍的 神必定要有审判 然后祂的审判呢 就好像 那个河水 移动的河水变为石油 石油就是沥青的意思 然后呢 尘埃要变为硫磺 然后土地要变为 烧枣的石油 所以沥青硫磺石油 都是燃料 就是跟毁灭 跟火的毁灭有关系的 表示以冬地呢 都要被火来毁灭 焚烧啊 然后昼夜 必不熄灭 烟漆永远上腾啊 世世代代成为荒凉 永永远远 无人经过 所以这边是讲到 神对这个审判呢 是没有 没有留守 而且是非常认真 要做的事 然后这个地方 就变成很多 鸟兽啊 住的地方 然后宫殿都没有领袖了 取而代之的 都是那些的走兽啊 野山羊啊 等等 甚至是有夜间的怪物啊 这边提的这些的鸟类呢 都是指不洁净的鸟啊 然后讲到神 用空虚的准神 还有混沌的神陀 来去量这些的土地 就是说神 世界的末了的时候 又恢复这个 空虚混沌的一个状态 本来神创造的美丽 美好和活力 因为人的不悔改的罪 世界都要打回原形 十六十七节 讲到神的话语 是真确无误的 真实无误 当讲到这个鸟兽呢 就是居住在以东地 也可以说其实是神呢 量给他们的地 所以我们要去查考 要去读耶和华的书 要知道呢 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 神要怎样安排 就怎样安排 所以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是 不带着能力 今天我们听到 是神的什么教导呢 我们听了我们有去行吗 我们真的要去留意 听神的话 并且紧紧地抓住神的话 听让我们免受危险 免走很多的愿望路 更重要的是免受审判 因为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听 但是我们想到 我们人生只有一次 我们应该要严谨 对自己的生命 不容许我们 再犯这种低级 或者是同样的错误 所以如果我们悲逆的话 我们就是停不进去 觉得是要挑战我们自己的底线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仇敌就有机会来攻击我们 所以主导人告诉我们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真的我们每一天 都要这样子的来 向神来祷告 在这个的 遇动的身上 我们学到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到 遇动也代表列国 还有代表我们 我们就来看遇动是谁 让我们有更深的 一个的领悟和悔改 遇动是以扫 以扫的后裔 遇动人是以扫的后裔 那以扫是谁呢 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的儿子 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他跟雅各是双胞胎 以撒有同样的条件 跟雅各有同样的条件 他们有同样的爸爸妈妈 有神的应许 他的家族就是亚伯拉罕 是神给应许的 那个多国之父 他们在同样的条件 出生 同样的时间出生 但是雅各呢 却是非常渴慕 那个名分 当渴慕名分的人 就是渴慕 渴慕 爷爷 爸爸 所遗传下来 那个的传承 但是以扫呢 却轻看 长子的名分 一碗红豆汤 就出卖了 自己的名分 他们常常的 有争吵 就是两兄弟不合 我们可能会觉得 雅各很过分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说呢 他卖长子的名分 因为他轻看 这个名分 就好像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很吵算 我们觉得 哎呀 基督徒没什么啦 我们造就的 可以去 以斯玛利的家乡 以东来居住 然后呢 以扫就跟 那里的赫人 来结婚 然后圣经说 他的太太呢 其实就是 以斯玛利的女儿 所以一个 不珍惜自己的 传承 应许 神的应许 的人 去到 一国 一乡 一邦 还有 其他的宗教 来去 沦陷 表面上他们和好 但是 圣经很多处之后 就是以东 是常常 就是跟 以色列 就是雅各的名字 以色列 常常的 对抗的 特别在 俄巴迪亚书 如果我们要看 以东到底犯了 什么罪 在俄巴迪亚书 就可以看到 俄巴迪亚只有一章 但是他却写了 以东的罪状 讲到他狂傲 自弃 然后 手足相残 就是看到 兄弟 以色列 有事情 就是在踩着一脚 其实雅各跟以色列 是一起的 是 骂兄弟 为什么会来到 这个冤恨呢 因为以色列 完全不在乎 这个传承 因为 以色列 并不在乎 这个存产 他喜欢世界的东西 所以神就来 审判以东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女儿 神的儿子 你还去做神 不要我们犯了 错吗 你还去淫乱犯罪 说谎 欺骗吗 那我们就好像 步了 以东的后尘 如果我们 珍惜我们 是基督徒 神儿女的名分 我们不断 紧紧抓住 这是神的应许 神给他 儿女的应许 我们就成为 以色列 雅各成为 以色列 就是神的子民 神会祝福我们 到最后 在审判的时候 神还是 顾念 习安 顾念 以色列 所以如果我们 也 care 神的话 神也会 care 我们 愿神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 生命 有更生 一层的悔改 因为我们 知道神 真的非常 圣洁 一点罪 都不能够 容忍 所以今天 让我们 也对自己 要求 高一点 不要容忍 自己犯错 犯罪 求神 免我们 受试汗 so that we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我们一起来 敬拜神 Let us worship God 弟兄姐妹 我们都一起 站起来 Moran says Let us rise on our feet 我们一起来 敬拜这一位 去到我们 敬拜的神 Let us worship our God Who is worthy of our praises 敬拜这一位 伟大神 Let us worship this great God 尊贵 祝你们有荣耀 黑阳都多长 万兵高深长 期待高深长 我神 真伟大 歌颂的生命 真伟大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大 尊贵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愿望你都熄良 全地都熄良 祝你们有荣耀 黑暗都多长 万民高声唱 起来高声唱 我神 真伟的 歌颂的生命 真伟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的 我神 真伟的 歌颂的生命 真伟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的 下方好我们都敬请我们上手我们来跟神说 我神 我神 真伟的 他送的生命 真伟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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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为他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神要审判他 其中之一的原因 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以东抵挡他们 不肯让路 也不肯帮助他们 后来当 巴比伦 就是攻陷耶路撒冷过后 那个时候 他们也没有出兵帮助他们 反而去踩多一脚 幸灾乐祸 去残杀他自己的弟兄 他们心高气傲 他们抵挡以色列 所以神定义要审判以动 为什么弟兄要残杀弟兄呢?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跟以色列 我们跟犹太人 在属灵上是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神今天告诉我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跟西安同战 因为神说 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的火热 谁抵挡西安 我就抵挡他 谁祝福西安 我就祝福他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请所有人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你闭上你的眼睛 可能我们 跟 耶路撒冷跟以色列 神告诉我们 他们是真橄榄 我们是野橄榄 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蒙福 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 我觉得圣灵这个时候 我要把一颗爱 西安 爱耶路撒冷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求神在这个时候 在灵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的联解 把这个爱以色列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对犹太人的火热 放在我们的里面 亲爱的天父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感谢你 今天我们看见 你的话语 告诉我们 凡事抵挡 你所爱的子民 攻击你所爱的国 神你就抵挡他们 可是今天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把爱 耶路撒冷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放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你对西安火热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无论发现什么事情 无论世界怎样 抵挡他们 我们选择与他们 我们同战 圣灵我们欢迎你来 在灵里面 你把这个连结 放在我们的里面 更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 把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举取我们的手 我们来为耶路撒冷来求平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选择与你同战 我们不抵挡你的选民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野甘染 我们要爱真甘染 我们之所以我们福 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GA的弟兄姐妹 牧者同工 我们举取我们的手 我们奉耶稣的名 来祝福耶路撒冷 我们宣告超自然的平安 临到耶路撒冷 你的保护 也临到所有的你的子民 也愿从西安来的祝福 临到我们的国家 临到我们的教会 临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的保护 也一样临到我们所有的人 主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 祝福以色列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只剩下 我曾遵御 陪守的尊备 前行歌颂 我神 真伟的 我神 真伟的 歌颂的生命 真伟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伟的 歌颂的 你说会发生吗 以赛亚所宣告的 你说世界会这样演变吗 所以许多东西已经应验了 现在是在末后的一个阶段 这官复到所有的列国 所以他说列国要敬前来听 众民要彻耳而听 地上其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处的 都应当听 没有一个人信免 没有一个国信免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现在你看国的演变 你看世界的演变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你是看不透的 埃及代表什么 埃及代表崇拜邪灵巫术的 一些权势 或者崇拜控制世界系统的 一些掌控的情况 就好像法老一样 谁投降 谁在这个系统里面 把他当神的话 谁就被他掌控着 活在世界 要脱离世界的瑕疵 实在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对主有全然的信心 而我们一直跟随神的人 我们跟随的就是 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我们不要跟着 埃及的模式走 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呢 当神审判埃及 就不会落到你的身上 以东代表什么 以东代表以少的后裔 为了眼前的红豆汤 就可以出卖长子名分的人 意思说他是被血气充满的人 是属肉体的人 做事是无情无义的人 还有是情欲的代表 所以我们就跟圣灵的充满 圣灵引领 顺服圣灵 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来的 所以神一直在说 我会审判埃及 我会审判以东 意思说 假使跟这一些 像他们的这一些 代表性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得罪神的 所以原来我们为什么要 顺服圣灵 跟随圣灵 跟随神 我们只有一位真神 就是敬拜我们 圣父圣子圣灵 而且我们要引导 被圣灵的引导 我们要跟随神的路 来做抉择 其实就是要远离 这个埃及的权势 远离这个 以东的这个做法 我们只有这样 才能够跟神连结 我们才能够蒙神的拯救 因为世界会被审判 所以属于埃及权势 或者是以东 还有许多列国 不该做的做法 这一切都要面对极大的审判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抓住神 变别的道 什么是属神的 你就在你的日子当中 其实你就经历神的恩典 大能神迹引领 主啊 愿你祝福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思想能够被指引 我们的心思能够对准 我们的生命 懂得怎么样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主长们 同工们 所有的在牧养上来经历神的人 所我们自己摸着了 带着人来跟从你 帮我们 教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天天为主来做见证 也愿主祝福我们 每一个在职场的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 举手也不举位 并且有能力的来跟随你 求你恩待我们 赏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 还有你的话 使我们越走越有能力 越走越稳健 谢谢你主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祝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了